因为有啊 如果没有五毒烦恼怎么成就五种智慧呢 各位要记得 蜡烧水没得到对蜡烧水清净化成干净的水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陀说 你有烦恼我也有烦恼 但是我可以用烦恼来转化 没有贪嗔是怎么修行 就像我们出家人老和尚就问 你有没有性能力 问这个呢 你有没有性能力 有可以出家 跟阿平哥来到这里看这个 因为他知道 你要是正常人才可以修行 所以谁没烦恼来修行 就是要有烦恼来转化的 所以大日如来叫清净法身 譬如真道佛 意思是贪嗔吃鳗鱼的本体 那就是佛性 所以贪起来了 了解他这个起来是个生灭的东西 不要执着 他就会消失了 所以就像我们的腿酸 这个腿酸打坐久了 酸 酸 他是会酸酸酸 等一下就不酸 他也只是个生灭 等一下又酸 但是我们修行是在心 然后这个身体的变化 会痒 会酸 你就如如不动 因为痒也会不痒 痛也可以不痛 那在学习面对这个身体变动的时候 心不动 这个叫惨 环境变动的时候 心不动 叫惨 所以过去人跟你酸 你就要酸 如果他做不好事 你就心很不高兴 我乖 我乖得要死 因为你放不下 觉得别人从好变成不好 你就耿耿于怀 这个叫没修行 所以那你要知道 修行是别人不好的时候 我不能乱 那我要来诵地藏经大悲咒 回向给他 那你安定我的心 我心安定了 我才可以安定他的心 他生气 你不生气 这样才可以度对方 这个叫念法 三世佛母 各位要用为法 你千万不要说 用一种凡夫的习气 来伤害对方 对方已经不好了 你还骂他 那不圆满 各位 世间极苦 你不要被这个世间的假象 迷惑了 就像一个美女脱光衣服 那是魔的 你如果在家里面 你怎么把你吞起来 这个世间 都把你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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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魔所发生的 所以这个世间 是魔掌控的世界 魔掌控的世界 你要权力 你要钱 它就满足你 你千万不要被它伤害了 所以世间是苦 世间是烦恼 世间是无常 世间是魔 世间是地狱 记住 这是八观灾界的意义 世间人对救的是 健康快乐 福业生天 那佛为什么要 正定八观灾界 因为世间 纯大苦惧 如火宅 如地狱 很痛苦一样 因为变化无常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这个世间是无常 苦空无我 这个一定是的 这个辛苦 各位现在 你记得差不多 开始了 开始 悠生了 要疼 也有疼 你结果开始 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这正常 这个世间是个苦 所以我们要把握 快点 可能要多三年 快点打拼 所以死亡之前的死亡 千万不要把 人性上的缺点 又带到下辈子去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 自己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烦恼 你不要 我这人脾气就不好 不然你要安装 我这人平床笑 不然你要怎么 那问题是 你不想修行 所以各位要了解 知道这个世间的真相 所以要出离世间 那站在改革 真的不到世间来 站在改革 就是什么 来超越世间 这个叫莲花的意思 心如莲花 在污泥里面 不被污泥所污染 这个叫空性超越 不但空性超越 还大悲心 帮助这些污泥里面的众生 所以大乘佛教 用莲花来代表 空性跟悲心 不执着 你一下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所以各位要 无助身心 你要生大悲心 你必须要以无助做基本 虽然我们讲大乘佛教 但是必须以出离心做基本 虽然讲出离心或大悲心 但要绝对符合世间的因果 断恶修散 所以这个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去世间找快乐 找成就 这个习惯要改 我比你更高 我要做主持 我要做悔顶 我要解脱情 我要比人更好 这个心态会害死你 爱瓶助 有些人你不能跟他讲缺点 一讲面就毙瓶 你要把他捕 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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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他拿去冰箱挡起来 很欢迎 老大 老大 美女 美女 因为他喜欢人家称赞 看到他 做好事 事先法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了解 当然我们对别人是这么客气 他对自己不需要 你不需要 享受孤独吧 像个乞丐一样 平平静静 做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我想各位 大乘佛教师 活着都是为了别人 你要展现好 比如说你这个人说 书我就爱念大悲咒 我会看什么 我看你有想观神菩萨 你的心态 你的语言行为 像不像观音菩萨 那这才不要念大悲咒 天万不要执着在念几遍 念得好不好听 但是如果你的心非常慈悲 念不念大悲咒 都可以 反正你又念得点 我妈你别没看就好 所以但是如果你心又大悲 又会念大悲咒 那就是很圆满 显密圆容 你都会念 所以因为你在念的时候 就可以显现观音菩萨的功德 大悲咒可以降魔除妖 又可以得到世间福报 又可以超度 也会我们来办大悲咒法会 好不好 一百空八 你在家里面好 不然你不能进来 你没法念得快 所以大家集合 然后来圆满大悲咒 但是要念进行 也有教育 现在要念大悲咒 要存什么心 大悲咒什么功德 我们大家再来念 对不对 所以下回要参加的时候 外面先考试 念一遍几分钟 然后你不能念得快 然后你越快 才去就念完学 念个学 所以要念 因为做 有时候要修 但是心要靠你自己 快不快 个人的速度 但是你的心 是不是延续的 不间断的 大悲观音菩萨的心态 叫观音十二大愿 要不断的延续 大家要常常跟酒 好不好 要跟酒 劝进行者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行为 用我们的嘴 来应对应 大家来学乎咒 所以会来办法管斋 先去菜市场门口 先酒喝一下 好不好 分一下传单 要有车 要有油烂车 不用钱 载你来 车上还有菜包 车上还有菜包 还有萨文 他就来 他就来 他就是菩萨 你不要自己 拐一拐一拐 你会常常又拐一拐 又不要拐一拐 回去 所以你要常常这样 就叫做大乘呼喚 大乘呼喚 就是要有油热的众星 都得到呼喚 我们修了不是 人天秤 也不是小秤 要改团 大秤 要有这种大秤的心态 来受戒 那你心越大 哇 朱婆越欢喜 福报舞台就越大 好不好 所以要有这个舞台 地球是道场 星球是道场 法界是道场 用这种心来念佛 所以念粉 念粉 你是念吹一的粉 还是念十五的粉 其实吹一十五是决定你的心 如果你是圆满了持五的心 你念的佛号 是变满法界的 如果你是初一的心 所以你要把心扩到法界心 就是无边无际 佛法无边 所以杜瓦界 每个人说 法力不失忆 不可失忆 慈悲无障碍 穿越时间空间 到无间地狱 此时变十方 乃至七力变十方 普世洲沙界 恒河沙法界 统统得到这个甘露 奥的理所 每天要这样关修 你后面没做大头家也没可能 因为你的心量广大 因为你做的是大事 所以各位不要一直想薪水高不高 不要一直想自己福利多不多 你就是心 心关修 你都没做头家 人家就在做中间理 你还在做主任 因为你的心量没有广大 如果你心量广大 考虑的是整个公司 整个社会 我们如何做出什么产品 来帮助 那你就高阶位 所以佛陀教我们叫 摩合萨 叫发大心 菩提撒多 要发大心 这个大心 就是因为没私心 才能够大心 所以各位要 要摩合般若 要发现这个 伟大殊胜 超越 关心一切的智慧 波罗密多 来让所有轮回众生 解脱到彼岸 要有这个大智慧来读心经 而不是为了个人吧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知速 放生 失时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卫生护理部 寿充创修工 方译思想我 你能做到 水癌的分台外面 外面是辣渣 外面是清洁 水癌输用智能三 第一 我水癌之前爱心洗手 严重水癌 外情向我 地表靠在平衡 盖好亲亲地带一下 水癌要盖半路 才不会去碰到 第一 放水癌之前爱心洗手 水癌放到后 外面向来地 凹做四文字 等于有关的分色汤 等了再一个洗手 第三 水癌要降时保存时 把水癌外面向来 凹做四文字 放在清洁转地上 水癌输用作为对 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观音的慈悲 观世音菩萨心咒 Om Ma Ni Ve Me Hoom 总摄了一切教法的精华 持送时 因犹如孩子呼唤母亲一般 如此将能迅速感得诸佛菩萨的加持 当然就近来讲Om Ma Ni Ve Me Hoom Se 观音菩萨发了愿力 六道众生都可以进入佛的净土 都可以断除烦恼 消业障 发起菩提心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任务 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是希望倒架持航的意思是说 他早就已经解脱成佛了 过去正法名如来 但是他陪着我们受苦 所以希望这些受苦的友情 没有一个他遗漏掉 都带他到极乐世界 让所有众生最后都存 我们祈求观世音菩萨 他加持我们的心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 清净的悲心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覆盖他 我们没有去培养他 甚至我们用我们的烦恼 所谓自私分别 去伤害到他 所以当我们念 做红玛丽变苗红色 他又回复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